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綠川 我今天要示範畫的是側臉 範例是 好首先一開始我一樣會畫十字線 先把中間定位出來 一樣我會從眼睛開始 然後再從鼻子 再把臉型畫出來 然後接下來再做其他部分的加強 然後眼睛要注意的是眼睫毛的部分 因為圖倫的眼睫毛 在側臉的時候是往前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把鼻子定位出來 另外一顆眼睛它是有點被鼻子遮住的感覺 我先把整個輪廓的感覺畫出來 然後莫拉它有旁邊的裝備 所以等一下我再把它的裝備畫上去 然後再來是眉毛 它的眉毛也算是濃密型的 跟就是帥哥的一個象徵代表 是屬於比較粗獷有點濃密的感覺 一樣我畫圖的時候都是由內而外這樣子 好十字劍這時候我就不需要它了 就跟一般畫圖的時候一樣 就是畫完十字劍定位之後 我就會用橡皮渣把它擦掉 我的道理是一樣的 好十字劍插掉之後 我們繼續開始 就是我會再把嘴巴的部分定位起來 嘴巴定位之後呢 我會開始畫其他的部分 先把眼睛加強一下 好接下來我開始畫頭髮的部分 也是說 consumers 再來就是他裝備的輪廓 剥除了 生抽 烤烤的烤烤 煎好了 有些烤烤的烤烤 再來就是把原本的臉型的部分擦掉 原來被合金覆蓋住了 所以這個是剛剛的參考線條 會是可以把洋蔥拿去 有一個很好的包裝 把洋蔥拿來 把洋蔥拿來 然後把洋蔥拿去 然後把洋蔥拿來 把洋蔥拿來 一個洋蔥拿來 洋蔥拿來 吃一口 然後接下來畫他的配備裝備的部分 然後裝備的部分他是比較屬於硬的方式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盡量是以直線的方式去畫 然後再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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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的地方 之後再加一遍 要來補充 然後再加一遍 在上面補充 那主要我們是要畫側臉的部份 所以呢我其他過去的部份 我就沒有再多加去繪製他 基本雛形畫完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往細節去增加細節的部份 像是眼睛的部分 眼睫毛就是往前 眉毛是越來越淡的 淡的感覺 前面是比較深的 然後漸漸的漸漸的就變淡的樣子 一樣 這樣子 當眉毛畫完之後我們就開始增加陰影感 男生的眉心的部份有增加線條的感覺會比較有點憂鬱的 而且會比較殺氣 眼睛裡面他其實也是有陰影線條的 可以讓眼睛更加有立體感 我們看一下莫拉的鼻子它是有點陰溝鼻的感覺 所以呢 我剛剛畫的時候是畫直線 這時候我把它稍微插掉 然後去補正一下它的線條 大陸的圖洗 然後去補正 把去補正 你也剛剛應該進去補正 看它們的 一點大陸的 很可愛 集中 你可以遢瘩嗎 你看 如此 因為不想嗎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額頭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有光線的 來我要畫註解給大家看 這個地方光線是從 呃 很側邊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會保持就是 一點反光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線條把區隔開來 開始上 他的陰影的部分 他一直延伸到這個地方 先簡單的做個記號 然後再開始延伸過來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他的眼角的部分 受光面是從 呃 側邊的這邊光 來我在 從側邊的這邊光 所以這邊有微微的吃到光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 他的陰影的部分畫出來 簡單的線條 這個地方也是 由於光線是這一邊這樣過來 所以 這一面 也吃得到 這種的 上村的輔助線 這時候就發揮作用 盡量塗的時候像這樣塗 人中的部分是有陰影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陰影的部分呈現 再來是嘴巴的部分 上嘴唇通常都是朝下 所以比較吃不到光所以它會比較暗 然後我也會先把它的線條先預留出來 男生的線條比較粗獷的感覺 所以我們線條在下的時候 這一邊稍微先可以先畫一些出來 讓它有第一層 然後接下來加第二層下去 就感覺有深淺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再上第二層就是比較深的地方 再去加強就是斜線的部分 用另外一點 角度不要一樣 就是稍微有點偏一點 它的感覺就會出現 接下來是裝備盔甲的部分 我先把旁邊做一個簡單的處理 側邊的頭髮我也簡單的做處理一下 好 那邊就這樣子 接下來我要處理的是 就是 從頭髮開始好了 從頭髮開始好了 我習慣都是由內而外 這樣比觸會比較順暢的感覺 就是一個衣服 接下来处理机器的部分 它升上合金机器的部分 接下来处理机器的部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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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拉合金版側臉就完成了 各位看看線條的結構部分 側臉的線條還有陰影層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來簽上我的名字 各位喜歡嗎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或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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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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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